五一黄金粥,本应是旅游业的盛宴,却变成了行业的寒冬,各地酒店和民宿入住率急剧下滑,预定数大幅减少,经济的寒风正席卷而来,消费不振,预期疲软,现状令人堪忧,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才刚刚显露,以下先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片段。 这边超市也是人山人海的,原来我记得这边还有个老历市专卖店还是什么的,怎么都没了呀。 武汉的平均薪资10381,你怕不是有毒吧,我在武汉待了几十年了,一万薪资的活人,五个指头锁了过来,三千的狗大街上一堆,武汉啥待遇我告诉你哦,你不是有大本事的,到手薪资2500到5000, 单休,无险一惊,不齐全,武汉钻钱武汉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不信你就去看看我的评论区,好吧。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就这样的,就这种情况,说真心话,就哪个实体店店主看了,他脑瓜不疼,他不眼泪滑滑的,他晚上都睡不着觉,说真心话,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都没有。 人呢,人都干什么去,上班了吗?不是,其实是不是,就是逛街的人呢,受到网络的冲击,说实话,很多人不愿意出来逛街了,也不想上实体店买东西,或者有些人觉得实体店东西贵,之类的,种种原因嘛,反正导致现在实体经济确实是不好,那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事业应接成,还没就业就失业了,笑死人了,家人们,今天下午就突然被领导叫去谈话,上一秒的时候还在开会,还在讨论一些技术方案,下一秒的时候就被叫去谈话,就是说我这边现在转转不了,然后现在公司营收不太好,各种各样的,就很闷逼,就上一秒还在开会,下一秒就告诉你,这周五前办完相关的离职,所以,这就失业啊,这都四月份了,春招都快结束了,上哪儿去? 去找工作呀,太惨了,太惨了,我感觉我是全世界最惨的人,慢慢下班吧,今晚回去熬夜赶紧利吧。 二四年的工作真的是越来越难找了,在上海,985211的毕业大学生比上海的垃圾桶都要多,市中心大街上随便逮一个人,要么是海归,要么是研究生,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企业招聘的要求越来越高,四五千的工资不仅要求人满足基本岗位需求的技能,还要求人学历一本以上,英语口语能力熟练,俗话说, 金三银四招聘的狂热气已经到了,但是你会发现放出的岗位是少之又少,站在招聘的角度,公司选择候选人的胃口也是被养得越来越刁了,放出去的岗位很久了,面是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总感觉候选人不合适,因为公司既想要候选者满足这个需求,又想要满足那个需求,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力足够大, 最不缺的就是人,身边也有很多姐妹想着在金三银四机会多的时候,或换一份工作,最终经过观察,发现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的大环境真的是不怎么乐观,反而狗在原公司是最安全的。 阿拿亚受消费降级影响,五一黄金周只做到了去年七成的应收,很多民宿酒店都没住满,整个秦皇岛,南带河,北带河,黄金海岸,所有的餐饮,民宿,酒店,能做到去年七成营额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有的一连一半都没有达到,有一些商家虽然达到了去年的喝酒量,但是消费都降低了,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对暑期比较担忧,对餐饮,民宿,旅游行业信心不足。 现在没有入行餐饮,酒店的,就不要入行了,入了行了,想想怎么压缩一下人工开支,压缩一下各方面的成本,怎么去保本,而不是想怎么去盈利,总而言之受消费降级影响,餐饮,酒店,旅游行业都很难做。 今天我们来逛一下广州新唐的沙丛地铁口新世界花园的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连排的山坡都是关门的状态,这个位置可是在地铁口几十米的地方啊, 很多人都说地铁一小,环金万两,地铁所到之处一片繁华,但是这里的实体店非常的萧条,地铁也救不了这里的实体店,其实啊,现在的实体店到处都是有个共性,那就是都不好混了,即便是两万一平的小区楼下的地上,也是如此的萧条惨淡。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一点啊,这个是福利财票,倒闭了,旁边这个卖桶装水的,也是关门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爱因岛,这个卖来粉的店铺也是倒闭了,没想到最后这个卖五金的五金店铺都倒闭了。 这里这个地段的话完全是没问题的,这个新世界花园应该住了至少有一万人以上吧,但是除了地铁口那几个药店和中介店铺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一个关门的状态。 这里就是广州地铁13号线沙村地铁C1出口,我绝对不会乱说啊,住在这里的人都可以坐镇。 这个新世界后面还有一个叫上东阳光的小区,我们走过去看看实体店是什么状况吧。 这个写着水果店,只是贴了一张画报,真像是租都没有租出去的。 这个门店也是贴了一张纸,一个效果图,看到这个都是假的,这几家却是纸都难得贴了。 直接摆烂了,这些纸都没有贴啊,这个是叫什么装饰,也是倒闭了。 你看,国具用装饰,以前应该是有开过店,但是现在倒闭了。 这个叫阳光美食,应该也是坐不下去倒闭了。 基本上都没有租出去啊,租出去的也基本上都是倒闭了。 这是什么情况,兄弟们,难道实体已经这么难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内容。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北英火爆的旅游业未能如愿,各地的酒店和民宿入住率远不如预期。 大量房间空置,行业经营者们深陷困境。 尽管多地推行了消费刺激政策,但消费者的紧缩心态使得整体旅游消费的复苏迟迟不见其色。 这种状况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对自身财务状况的担忧。 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上海以期繁华的商业街区和高消费水平著称。 然而,近期的数据显示,上海居民的消费意愿明显下降。 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工作稳定性的担忧,导致消费更加谨慎。 许多市民选择储蓄或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原本热闹的商业街道冷清了不少。 商家们也纷纷感受到销售业绩的下滑。 作为苏州传统的繁华商业街区,关前街曾经是游客和本地消费者的聚集地。 然而,随着消费环境的持续低迷,关前街的店铺一个接一个关闭。 原先细细攘攘的街道如今变得空荡荡。 商家们表示,哪怕假期期间,也很难看到明显的销售回暖。 疲软的经济形势和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令它们感到经营压力倍增。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近年的经济发展备受关注。 然而,真实的经济状况却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乐观。 在一线城市动辄万元的月薪对比下, 武汉的许多普通工薪阶层依然只能维持着3000元左右的月收入,生活压力巨大。 高房价和物价进一步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过早感受到财务上的负担。 未来生活更显得迷茫。 中国经济正面临艰巨的挑战。 旅游业的低迷,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 以及中小城市的收入困境都揭示出当前经济困境的深度与广度。 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证实这些问题。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恢复民众的信心。 重振经济,避免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 今天先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宝贵意见。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